昨晚在海边的公路边打开车顶帐篷露营 三点睡 六点多就自然醒了 海货风市集就在寿风乡的延辽村 这里有个基督教延辽圣教会 这里就是昨天晚上公餐的地方 支付50台币就有一份饭菜 这对七天的风市集的志工商贩和游客来说 这是重要的后勤之源 我呢觉得50块台币的饭菜是够便宜 但是虽然是延辽但饭菜没有延不开胃 我就拿自己车上的太阳能烤炉来烤咸猪肉 我要拿这个太阳能的烤箱来煮饭和烤猪肉 试试看 也能煮饭 这东西是我买来第一次用 我最近为了改名字 找了三个寺庙弄了两个归一阵 才能在护正事务所以宗教出事原因 改名字为佐拉 虽然我不信神鬼 但归一上的戒律我还是要接受 戒贪称吃没问题 戒杀生没问题 不用戒色也不用戒肉 主食物的时候 在朝阳下拍摄一下海货事迹 昨晚聚一位叫二林的摊饭说 这两天是天空作美 没有风雨 有一点风雨 对这些临时帐篷和营地 都是极大的挑战 对这些临时帐篷和营地 在朝阳下拍摄 掌握了个 date 在朝阳下拍摄 要是这样的 当兴趣的小礼时 何故这些临时 你们需要点感及 这些临时 我们需要研究 或讯关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在海边看到一个比基尼美女 她蹲在海边发呆 我于是去搭讪 问她想不想玩冲浪板 问她会不会 她说她叫杜 睡到帐篷热起来才到海边 她说有玩冲浪板的经验 她先玩 然后等我玩的时候 我再请她帮我拍摄 这海滩是石头滩 站在海边会被海浪卷起的拳头大的石头 砸到小腿生腾 下水后发现 离岸不到十米就踩不到海底了 难怪这里的浪特别短 完全没有机会踏浪而行 我就把冲浪板当作浮板 泡泡海水罢了 杜给了我一个email地址 获得了她的许可 所以这期影片又可以有美女客圈啦 回到路边的车上 我的食物也快要烤好了 我就把我日售幼稚的海报拿出来拍几张照片 原本是在海货市集也摆个摊 但过了报名截止期限 也没有跟任何摊主混熟 只好在路边摆出来拍几张照片 欢迎大家来预购啊 月底采摘后就能发货 左点印slash pomelo 我的饭煮好了 杂粮饭 我不是有机作物和杂粮的用途 只是车里面正好有一包这样的米 猪肉是用盐腌过的 熟了 还略烤黄了 撒上自然粉 咸咸的下饭 开胃 吃过自制的太阳能环保早餐 然后受瑞瑟的寺庙的委托去花莲取了两件物品 然后在下午两点前驱车到了六十公里外的花莲县封冰箱 十堤平鱼港 去陪女儿做赏金泉 出海看太平洋里的海洋动物 我可能有五六年没有来过十堤平鱼港了 这里居然有女性的海巡人员 据他们介绍 鱼港内有些船是有外籍鱼工的 有些船没有 这些鱼工平常吃住工作都在船上 只有台风天或者需要上医院才能上岸 我们作为游客看鱼港是很漂亮 但是他们鱼工的生活条件也蛮艰苦的 赏金泉的老板我认识叫林国正 以前我开Airbnb的时候会带客人来赏金 那我们的赏金泉几点出发几点回来 差不多下午两点出海 五点以前回航 大概三个钟头 对就是有一些弹性 原本有一个行程解说 等一下我去这里边拉拉 这是湖金吗 这里写着台湾赏金起源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听听林国正怎么说 海经号是开启台湾赏金事业的起源船 在1996年我们在这里开启了台湾赏金事业 所以它是台湾第一艘赏金船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墙面上的片段是一号 所以以前是做渔业后来就改行做这种管法教育 刚刚早起我们是移民 那在一个因缘机会的情况之下 那转到这个观光旅行事业 那因为接触的城市里面比较 也碰到学术 那也碰到一些学生 所以慢慢的把我们从移民的身份的新进当中转换到 是有教授做学术研究的教授把你们担任到做生态教育这方面 对可以这么讲 对 船出港了 风和日历 能见度非常好 船特别新 第二点就是要寻找水花的这个线索 早在船之一出港口 这个寻找的热幕呢 早就已经开始了 海平面非常平静 船也非常稳 我担心小花生会晕泉 提醒他尽量看海平线 我们花脸的外海就是太平洋上的黑潮 是一股北上的暖流 所以鱼业资源非常丰富 鲸鱼、海豚非常多 我登上船头 视野非常好 脚下有两个固定脚掌的帆布 把脚掌掏进去以后 我就能站起来拍摄风景 船头旁边有一个三叉标枪 应该是用来投掌后 插鱼的鱼具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三根叉子上的钩子是安装上去的 扎入鱼的身体后会脱落 木杆可以收回来 只留下带钢丝的钩子 继续消耗鱼的体力 直到把鱼拖上船 船头还有这个像洗衣棒锤的东西 开始我以为是把鱼拖上来 用来把鱼打晕的工具 我猜这个棒锤是用来把抓上的鱼打死的 不打死它 后来上岸后 问了解说员才知道 这是修理三叉标枪的工具 每次捕鱼都会弄完标枪 要重新用棒锤 把枪头上的钩子安装上去 相比船内的卫星定位和澎湃的柴油动力 这捕鱼工具一点都不高科技 出海要三个小时左右 鲸鱼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我前几年做过两次赏金拳 都没有看到鲸鱼 只要没有看到鲸鱼 老板就会给我们一张明信片 说下次凭借明信片 只要300台币 就可以再来赏金拳一次 不过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看到好几群活跃的鱼群 开始的时候 我用富士相机加200毫米长焦 来拍摄露出海面的鱼鳍 也偶遇冲向船头的海豚卫兵 后来发现还是用iPhone来拍摄 冲向船只的海豚比较方便 我女儿叫小花生 她很认真地听解说人解说 她说有看到热带半海豚 你今天赏金好玩吗 你有看到鲸鱼 海豚 有看到热带半海豚 哦 妈咪你有看到海豚吗 我有后来也没看到了 她不解说海豚就不出来 船上的执照的字号 真的是第一号 果然是渔民兼做生态教育的开创者的船 阿联县还有一个叫拉兰的阿美族人 在马泰安湿地做生态教育 开创性地给游客看巴拉告捕鱼法 台东有一位叫阿利曼的人 经营蓝山森林博物馆 也是开创性地做生态教育 这是符合世界各国在推动的 永续发展目标的做法 不过在平静的太平洋上 也常常看到漂浮的水瓶 拖鞋 塑料篮子 有些海边面上则全是人工漂浮碎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是脏东西 上岸后 我才拿出无人机拍摄一些航拍的画面 在海上的时候 我想拿出来拍摄 起飞是没问题 但在持续航行的赏金权上 如何受困无人机 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贸然地放出无人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天的赏金很顺利 前一次我赏金的时候 有带我家狗上船 所以我的狗都晕船了 它吐了 把它早上吃到的草都吐出来了 这次小花生遵守我的提议 让它尽量看海平线 所以它的平衡感没有被破坏 或者是渔泉 今天的赏金权真的是很平稳 太平洋是真的很平静 所以我女儿今天没有云泉 从石地平河泉 从石地平渔港到日岁湘的日岗公路 只有不到30公里 可是这一段山路不好走 基本上没有双向车道 上上下下 常年维修 通常要开一个小时左右 要是有一条贯穿海岸山脉的隧道 碎碎之民要出海游玩 可就太方便了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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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